首先先準備2.5的六角扳手 然後將螺絲鬆開 因為鬆開的時候底座會旋轉 而且會產生間隙 這個是方便後面安裝 然後兩顆螺絲魚骨片上的兩顆螺絲都鬆開 然後調平之後 直接對照覆墓上的ENAC孔位 直接送進去就行了 然後將你的魚骨片調整到你想要喜歡的位置 對準好了之後 將螺絲直接鎖緊 這樣就完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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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